曾經的國小 代課老師 蛤 這個系列 這個片子 這個也有那麼明白 代課老師 校園寶劍士 威脅厲害喔 那妳跟他差幾歲 快20 快20歲 哎呦 分了 然後呢 後來去整理東西的時候 遇到他又在一起了 台灣有一個分手套 中文 因為這個日本沒有 所以我來台灣之後才知道這種東西 這是台灣的文化嗎 什麼叫什麼台灣文化 我叫AVA AVA ABA ABA 那請問一下 妳是什麼星座的啊 妳猜 我一猜 等一下 我就猜 這什麼 處女座 你怎麼那麼厲害 你懂我嗎 我好像打到 他就剛好算你會寫啊 他沒有寫 他沒有寫 沒有寫啦 我知道 我演演而已 配合 配合他 我好不容易得意一次 你就要這樣搞對不對 不是讓你太得意 好 沒關係啊 你抽學家是我給你媽 不是不給你媽 我老婆講 對 來來來 進來一點 進來 進來 這樣子可以嗎 可以可以 非常棒 這樣離你比較近嗎 還有 太帥了 看的是好用餐的 其實你誤會 我們這裡不是夜店 對啊 這樣一直撩 誰受得了 真的耶 我沒有撩 請問一下 有沒有男朋友 沒有 你看沒有 一般女孩子不會 隨便跟人家這樣 自己沒有女朋友 沒有男朋友 關槍 關槍 那就不會有感情的問題了 他沒有男朋友 我說不會有感情的問題 他為什麼猶豫呢 不是 為什麼你講話我就覺得 好笑 你直接開這家店吧 太快了啦 你是開什麼店啊 風姐確定不能夠讓他有錢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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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錢 我都買回去了 不是 等一下 你怎麼了 你好像有點不開心 我就覺得 最近冬天到了 你還是在摸那個毯子 這是寂寞 這是寂寞 另外一隻手勾拿起來 不要自己在那邊 自己 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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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到好久 沒有 沒有 就是 感情不順 他沒有男朋友 然後感情不順 就是因為 沒有感情不順以後 沒有找到好 沒有 沒有找到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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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一堆好的啊 哪裡 風田不錯 那請問這裡 謝謝 我們要先問一下 你被大叔矇騙了 對 他騙你什麼呢 騙感情 好想 他是有愛過我 但是 他是 他是�爛情 爛情 就是 就是 意思就是他亂槍 亂槍打 打鳥的這種意思 還是他到處撥走 沒有 其實這件事真的很扯 扯扯扯扯扯扯 他是我的 曾經的 國小 代客老師 蛤 這個系列 這個片子 真的 有那麼難敗 代客老師 是 校園保健室 威脅很厲害 好精采 OK 那妳跟他差幾歲 快20 快20歲 來 我們是40歲 OK 他是以前妳的代課老師 他跟妳相當20歲 那他是怎麼樣攻破妳的心房 我喜歡成熟的男人 那他是上什麼課 喜歡無機上就對了 不是這樣 不是 講無機上就過分 是成熟 他是帥的 看不出來差20歲 那時候妳幾歲 20 所以40歲 大學的時候 沒有40 是快20 還在幫他解釋 他還在講說 那時候妳20歲 他已經40歲了 沒有 快20 差了快20 所以就沒到40歲 他沒有老 他帥 你是不是也愛過他 你這什麼奇怪 不知道剛剛就這個意思 你們沒聽過這個意思 沒錯 就是這樣 好 那他怎麼 怎麼樣都讓妳 怎麼樣 發生情緒的這樣 他很照顧我 也很疼我 他是獅子座的 怎麼照顧妳 就是 我有什麼需要 他都會幫助我 哦 就各方面的需要 比如說我數學不好 他什麼各方面的需要 數學不好 他教妳 對 或者是人情世故嘛 我就很崇拜他 然後他又會唱歌 又會 教數學 然後他有很多堅持 不是說獅子座會唱歌 就要偷看歌的歌 不是嗎 不是 妳有聽過這種歌嗎 偷看歌 你想唱 我笑 他很笑 不是 因為他在這創 我來不及跟 你 太想沒唱了 OK 就是他這個意思 他講說他又會唱歌什麼 他意思 在他心目中他是很完美的 是 完美的 愛中 比較參世 來 對嗎 對 那什麼時候 這個情術就是突然 他有跟你告白嗎 還是 我一開始就是欣賞他 愛慕他 是 後來變 就越來越喜歡他 因為他真的太貼心 怎麼貼 對 你手在幹什麼 怎麼貼的 怎麼貼的 他很多舉動越來越親密 然後我一開始就覺得說 為什麼你要去一個老家 就要送東西給我什麼的 你可以給你的女朋友 他那時候有女朋友 然後他就說 不是 我不知道 他就說 他不是傻男 他差不多不知道是帥 他帥 回唱歌 嗨 嗨 康哥你好有精神喔 你 好會替他騙護喔 他說 他就是像照顧學生一樣照顧我 可是他又說 我不要叫他老師 叫他哥 那你們這段感情維持了多久 一年 甜蜜的喔 有分手過 不是 就是說 很甜蜜很甜蜜很甜蜜對不對 甜蜜這段時間多長 六個月吧 六個月 六個月 就甜蜜六個月 毫無 毫無任何的一些 前半年 雜質的 毫無任何雜質的話 那甜蜜的話 一兩個月 一兩個月 喔 就問題就出現了 後來就雜質出現了 雜質就越來越多了 那你怎麼發現 他欺騙你了 他很扯 他不給我看手機 我超相信另外一半的 我一定不會去查他的手機 那妳看幹嘛 因為我要看照片啊 他拍我我不用看嗎 不用不用 要 不用不用 要 不要 我是女生耶 因為你看了妳就會出事 對 就出事 就是要看啊 這樣才會知道啊 就出事了 就出事了 看到什麼呢 罰到什麼呢 看到什麼 他的手機桌面上面 他有跟他另外一個女生的照片 我以為他們分手了 但是那個是 剪影所以看不太清楚 剪影 剪影 剪影這種事情喔 我是處女座耶 我的眼睛很利 剪影妳可以看得出 那個人看得出來嗎 影子就對了 你的他的穿著 他的行為 他的整個樣貌看得出來 什麼樣的剪影 那個剪影就是他們手牽手 在海灘上面 說不定是網路上抓的圖啊 電影的啊 對 他更扯 他跟我說的是 他朋友設計的圖 那一看就是隨便拍的剪影 怎麼會是設計圖 你就是小三咩 他男朋友當他不到20歲 他會唱歌 爽 爽 剪影 是不是我爛辯護律師了 重點是我不知道我是小三 喔 這是最慘 這個 這個 這個最慘 他發現之後咧 對啊 為什麼 為什麼 就趕快切了吧 我發現之後 我覺得很扯 我從來沒有想過 我會有這樣的事情 對 對 對 而且我才20歲 而且我又不醜 對不對 你不醜 不醜 不醜 我請問你三位是 為什麼要問三位 不是 我們要印證你不醜 你要幫我介紹男朋友嗎 你報出來就有 對啊 對 畫一下 我三二B 然後二三三四 哈哈 三二B 第一道 好 好 我跟你講 你拍出來之後就會有掌聲了 請問一下 鼓掌點在哪裡 有 很勇敢 很勇敢 自信 勇敢的講出來 那 OK 那發現 我到底在錄什麼 發現自己是這個事情之後 你是立刻斷然跟他分手嗎 還是 我沒有辦法那麼快的斷 沒辦法 因為我超愛他 分手的時候有不甘心嗎 分了 然後呢 後來去整理東西的時候 遇到他又在一起了 我跟你講 那種都是有沒有 東西搬出去 然後收一收 突然要看到 然後這個就丟開 不是 你可以演 不要拱我 就是 就詳細以前 回憶著 台灣有一個分手砲 中文 因為這個日本沒有 所以我來台灣之後才知道 這種東西 這是台灣的文化 YES 什麼叫這種台灣文化 都亂講 分手砲 對 OK 就是說 我很年輕 我沒有那個東西 真的嗎 哪個東西 什麼啦 沒有什麼東西 我那時候真的沒有 你相信我 你一定教得到 因為他很愛那個男的 那他一時之間 因為年輕 沒辦法很快地割死 是 而且男生可能又道歉了一下 他可能心又軟了 對不對 對 對啊 譬如說你收東西 我演他那邊 你演他這樣 你收東西 你要收東西要走 要走 我跟你講這次我絕對 不會再給你機會 好 那我們最後一次 好 哈哈哈哈 什麼 他講的啊 什麼 什麼啦 最後一次 最後再給你最後一次機會 對 對 這段關係 為什麼幫兩個人圓 這種東西 對 人家感情上有 有 有 真的有 我學到教訓了 那就好 對 我覺得他是個 不成熟的男人 嗯 不光是他也是我非常的不成熟 當然 我不應該眼睛這麼瞎 嚇死人了 沒關係啦 不過感情是這樣子 就是慢慢的 慢慢的成長 慢慢的就是 越來越知道自己這條路 該怎麼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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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